好的同學,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要畫線 那畫線的這個英文 這個在這個 Argebra這個軟體當中 叫segment seg 你看,你打seg就有了 seg 然後呢,ment segment point到point去畫線對不對 好,我們這樣子點了一下 把它這個mark起來 Ctrl-C把它複製下來 複製到哪裡呢?我們要去貼一下 我們貼到這個 誒,記事本當中 好,我們貼到 第四本當中,ok好 好,Ctrl-V,好,貼進來之後 貼進來之後,我們再觀察 一下下喔,你貼進來 之後,誒,我要畫線是不是要從這個 要畫六條嗎 六格,所以從這裡 從1到這個 7,對不對,從這個1到7 然後這裡也從1到7 要畫6格,那你當然 那一個一個一個慢慢畫 然後一個一個給它點,你可能會昏倒 對不對 所以來,你看我這樣打一下 我在這個點呢 這個點坐標 打一下,好比說 這個,K K,從 K 0.1 對不對,K0.1 一直畫線嗎 K1到誰 這個,K7 對不對,K1到K7 好 這樣子,好 這樣子,好,這兩個點 那這樣,這兩個點 這很奇怪 好,就 K,那就 欸,應該是1,1 好 然後呢,1,2 好,這樣1,3 1,4,1,5 1,6,1,7,這樣子 OK,OK,好 那所以我接下來用Sequence 什麼是Sequence呢 Sequence 好,你看,Sequence DNCE 好,這Sequence 就序列 序列 在這邊 那我們要選什麼呢 好,Sequence 我們要選什麼 就是把,等一下 把那個 線段,有沒有 帶進去 然後從 哪裡開始 到哪裡結束 欸,所以在哪裡呢 好 這個從哪裡開始 到哪裡結束 好 這裡,好,第三個 好,我們選這個 好,你看,這個,這個 等一下我們 有一個 這個表達式 然後變數是什麼 然後 從哪裡開始 到哪裡結束 這個按一下 好,所以我們把它 這個複製 好,這個 我們一起貼到這個 Ctrl-C 好,貼到這個 這個,這個 這個,記事本當中 好 好,把它貼下來 好,等一下 我們要一次做一個 合併 好,Ctrl-V 好,這裡我們按大一點 好,所以這個是Sequence 上面是Segment 好,是做這個 線段 好,那Sequence 欸,那開始了 Sequence 好,那這樣子 就開始要畫線了 好,我們再畫一下 好,這樣畫一下 好,那我們就開始 來,這個 畫線 同時 同學先把這個 Segment 好,跟這個Sequence 這兩個先貼到 記事本 我們再繼續 好,請